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来看看这个 来自贵族家族的普通僵尸 他手里还拿着一张旗帜 接下来 同样来自贵族家族的 路障僵尸 他是普通僵尸的一级防具形态 这个呢 是普通僵尸的二级防具形态 铁桶僵尸 接下来是植物家族 这个是苹果破机炮 他的背上背着三个炮弹 还可以发射 第一个发射失败 第二个发射成功 第三个威力更猛 再来看看这个 前夫前菜 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不服气 他的左右手 还可以前后晃动 这个是豌豆射手的升级版 暗影豌豆 他的小叶子 还有根部 都是紫色的 嘴巴里还有一枚炮弹 我们试试能不能发射 OK 好 威力非常强大 嗯 这个是埋在土里的土豆地雷 看起来非常可爱 红色的小点点 是他的警报器 只要一触碰 就会爆炸呢 接下来是植物大决战 Ready Go 第一回合 植物家族派出的是土豆地雷 像是家族 派出的是最厉害的铁桶教室 那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 OK 简直太棒了 土豆地雷原地不动 等待僵尸的前进 杀他个措手不及 第一回合 植物家族胜利 呀吼 第二回合 植物家族派出的是潜伏秦菜 僵尸家族派出路障僵士 大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嗯 第二回合 路障僵士也不服输 他将潜伏秦菜吃了个精光 路障将是胜利 凤 经过两个回合 打了个平手 双方气焰持续高涨 最后一日决定开个团战 大家再见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嗯 哇 太棒了 植物家族价连迟到了最后 他们胜利了 耶 好了朋友们 今天就玩到这里 记得点赞订阅哦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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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